超度阴生卫生胎儿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常念三土苦 思维畜生到痛苦 畜生到众生的痛苦 是弱肉强食 力气大的畜生 杀害力气小的畜生 又是人天生活所需 毫无自主能力 只能奴役驱使 忍受鞭打 杀害 劳逸等痛苦 新有书记载 畜生到众生 经常遭受残杀 魂绑 披打 等痛苦 又远离 能够获得 极灭的清静善法 只有不断互相吞淡 或被残忍的杀害 众生 被杀害的原因不同 磅因猪死 雕因毛死 象因牙死 猪因肉死 哪有自主的能力 不但手脚被铁链勾住 还要忍受趋异 及棒打的痛苦 前文 先说总苦 后说个别苦 打等诸苦 包括被驱赶 穿鼻等 人与非人的念伤 互相吞淡 只畜生彼此 攻击伤害 还有终生 住在不见天日的暗处 或深水 或者被迫使父众物 耕作剃毛等 遭受残忍杀害 遭受饥渴寒热 再加上猎人捕杀 而惊慌恐惧 有各种各样的苦受 以此思维 畜生道痛苦 生起厌患心 出离心 畜生道的寿量 据舍论说 最久长达一劫 最短则不一定 有的早生不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思维恶鬼道痛苦 个性坚定了众生 死后投身为恶鬼 时常遭受饥饿之苦 皮肤血肉干得像火炭 披头散发 嘴唇干裂 连用自己的舌头舔嘴 也无法烧解口渴的痛苦 这里有三重障碍 饿鬼好不容易来到游水的地方 却老是碰到手持枪毛利剑的贵族 不准他们靠近水源 或者即使可以靠近 原本干净的全海 持招 立刻变成不净的浓血 使他们无法应用 二 饮食的内障 有的饿鬼 喉咙细小如针 有的口中出谷 有的食道长满肉流 都会阻碍吞咽 有的肚子特别大 永远填不饱 实时属于饥饿的状态 因为这两个障碍 尽管有些饿鬼可以得到食物 却无法受用 饮食的自掌 有一种厌满鬼 东西一入口 就变成猛火 另外一种食慧鬼 只能吃到粪便 尿意 剔脱 呕吐物等 不尽恶臭 恶心的东西 无法取得干净饮食 或者只能吃到自己身上的肉 不能饮用静妙食物 居住的地方 竹巨社论义说 炎魔鬼王与饿鬼众生 住在炎魔谷 会于南瞻部州下方五百有许 以此向各地散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有书上记载 总的来说 饿鬼已靠近饮食 马上会有求不得的痛苦 没办法解击止渴 驱寒必热 又要担心鬼族持见伤害 有各种痛苦 个别来说 有的烟细如针 有的腹如须米 经常遭受饥饿逼迫 有的连一点下列 被丢弃不尽的食物也找不到 像是多罗树飘下的枯叶 瘦成皮包骨 有的到了晚上口吐火焰 食物已放到嘴里都变成猛火 有的专门在污秽处 捡食、浓屉、粪污 还是捡不到 有的为了抢食 互相争夺 甚至弄破对方脖子上的笼包 来引用 连夏天的月光 都让饿鬼感觉炎热 连冬天的太阳 都让饿鬼感觉寒冷 眼见的树木 总是空无花果 眼见的江海 总是一片干涸 前吻先说总体痛苦 后吻说明个别痛苦 好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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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子书》则记载 极度口渴的恶鬼 远远看到干净的河水 匆忙干覆水便 只见眼前片满杂草头发 青苔浓烂 臭泥 粪邪等古境物 极度炎热的恶鬼 远远看到凉风吹过 浪花拍打岸边的青山 山里有檀香树荫 十分清凉 匆忙赶步山脚 眼前树林炖起猛火 将所有的草木烧毁 只剩一片狼藉 冬到西歪 极度饥渴的恶鬼 远远远看到波涛汹涌 海浪奔腾 溅起水滑 海面散布着五颜六色的气泡 匆忙赶赴岸边 只见强风卷起热沙飞舞 旺野中 弥漫着紫黑色的沙尘 干渴炎热的恶鬼 仰望空中乌云密布 眼看就要降下雨水 哪知 从云端落下的近是铁剑 还夹杂着灰尘与佐热的金刚石 像金色闪电 划破空气 直击在恶鬼身上 因为重罪感甚 所见所闻都是颠倒的形象 眼热时碰到降血 人感到酷热 寒冷时走到火边 仍然感到冰寒 喉咙比针尖细 肚子必须弥山大 即使饮用大海水 水还没到喉咙 也被口内毒火烧干到 一滴不慎 人体绝绝 饿鬼的受量有不同的说法 本地分与巨舍论说 人间一个月等于饿鬼一天 饿鬼可以活五百岁 亲友俗说 经常不间断遭受重苦 坚令诚信的友情 被恶业绳索细腹长达五千年 甚至一万年 亲友书役说 有些可以活五千岁 有些可以活一万岁 本地分说 恶趣众生体型不一 受恶业影响有大有小 应该如何思维恶趣痛苦 想想把手放到火坑里一天 或者裸身待在严寒的冰库里 或者几天不吃东西 或者让蚊虫叮咬 光是这些小苦就受不了了 更别说要忍受寒热地狱 恶鬼畜生的痛苦 怎么可能忍受 将心比心 去感受三恶趣的痛苦 改变只求今生快乐的想法 对恶趣生起大不畏 好好休息正法 如果明知故犯 随便乱修 甚至不修 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有情众生想要断除懈怠 策罚精进修习正道 希求解脱 即正得佛果的愿望 最重要的根本 就是思维恶趣痛苦 即使佛陀注释 也会开示相同的教授 没有 比思维恶趣痛苦 更珍贵的妙觉 唯有如此 才能引发 共下世 即共中世的意乐 我们应该观察自信 是不是确实生起思维恶趣痛苦的定解 若还没有就要努力 升起的量要有多少 内乌苏法说 先观察 投身到恶趣的因 哪些以前做过 哪些没做过 哪些正在做 哪些以后会做 如果以前已做 现在正做 将来将做 那么来生 一定会到恶趣受苦 真的投身到恶趣怎么办 自己能忍受吗 要仔细推敲 想想 恶趣恐怖 要生起多少定解 才算合格 要到头皮发麻 慌张害怕 手足无措 坐立不安 才算真正对恶趣 升起不违心 这是很重要 很确实的讲法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 狭满人生 应该把握机会 进除过去的恶业 遮止未来的恶业 对已做的善行 起欢喜心 发心 让善业辗转增上 每天努力行善 才不枉此生 让这个狭满人生 获得重大火力 如果现在不想想三恶道痛苦 等到堕入恶趣 还能到哪儿寻求救护 身处恶趣 不是要不要找的问题 而是失去了 许舍善恶的智慧 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一处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民台湾救狗协会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 启见药医见妙医药师法会 功勤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14日礼拜药师宝产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慈悲至夜高雄中山书坊 10月共修行程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日期10月8日 恭送药师经济小蒙山 10月15日 礼拜八十八佛鸿鸣导灿济小蒙山 10月22日 恭送地藏经济小蒙山 时间下午2点 10月29日 八关灾界 礼拜药师宝产 继位49天内 往生者普佛回向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从前有一位出家人 他信喜幽静 不爱与众共修 于是一人独自到山中 惊情行道 有一天黄昏 忽然有一鬼化作无头 来到行者座前 这是行者脸上 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平静地对鬼说 说完后鬼离开了 不久鬼又变成没有身体 但是有手脚的样子 但是有手脚的样子来吓他 行者看到了说 你现在没有身体 就不用人说身体的痛和痒 也不会受五脏的疾病忧愁 又是一大坏事 鬼听了后离开 不一会儿又变成没手没脚 乘一轮车到行者前 行者说 你现在没有输掉 最后不能拿别人的财物 真是太好了 鬼见行者意志坚定 不为所动 于是化作端正男子 来到行者面前说 沙门所学将成不久 起绕三扎 恭敬而退 凡是精情之行道者 在除烦恼与正圣果之中 总难免会发现 或大或小的魔杖 即使佛在刚成道时 都不免遭受第六天魔王率诸眷属 来阻碍他成道 但佛陀当时胸中无半点尘染 最后用神力将重要魔全部降服散去 连佛陀都难免魔杖 何况我们这些反复俗子呢 今天是六斋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 或五不时 随喜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不忍杨 不依应 不仲 不忍杨 不仲 不 happens 不 ι 不 kaf 不不énom 不 proszę 不一ALK 不悄 不樹 不 imagine 이�ے一 不悲 不 Orange 不寥 不悲 不 시청 不悲 不τsec 不悲 不悲